我只工作在一間醫院 我永遠都會忍耐 以前我們每一個病房 或者每個地坊都會去修理做負責 我很享受每晚四月飯之後 我可以全層樓去跟每個病人說晚安 醫院是一個受苦的地方 如果我們帶不到這份安慰 病人可能更沉重 生命的延續是當我們的參與 可以令到有這件事 我們覺得是有意志的 你知不知道 沒有任何傷害我 比當我的患者死亡 所以我們想避免這件事 我希望醫師仍然有這個 患者的祈禱 祈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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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人是一個很淒涼的事 即是他感受很深刻 我们希望在病人的困难的时候 给予病人一些安慰 到底什么是加乐萨医院那份人爱 而这份人爱如何传承下去 由观众的角度给我们答案 我也很期望可以找到这些答案 感谢观看